歹徒公然持槍殺警 近距離轟殺三槍後 一路狂奔逃離現場 原警腹部都是寫緊急送醫 查管治療後宣告不治 二十九二晚間 發生在嘉義的驚悚殺警案 現在傳出可能是因為 山老鼠集團買賣的囂張糾紛 這個案子跟山老鼠沒有什麼關係 那目前你們真正的進度是怎樣做的 這個 儘管檢警對外界揣測不願證實 但時間點實在很巧合 因為刑事局上週三 才破獲一個山老鼠集團 查扣市值上千萬的檜木 有人供出 太太的一品店就是囂張地點 但常無事證 兩天後 原警來接太太下班 就在店門口遭人伏擊拘殺 初步相驗 死者身中三槍 光是被捕中的兩槍 就有三十二處傷口 腹部的致命傷 子彈疑似在體內轟爆 全身三十三個彈孔 歹徒針對性非常強 因為他使用的散彈槍 子彈擊發後會散出許多小鋼豬 一旦擊中人體會留下大面積的傷勢 囂張歹徒公然殺警 警政署長陳國恩震怒誓言全力氣凶 刑事局長也指派專員南下 目前已經鎖定特定對象 進行追捕 借留詢往佩儒 嘉義報導 刑事局長也指助